字幕上ress 第十字幕 歡迎大家收看由我盟踩一片 公司貞住環州菜市公樑 我是阿君 我是自身 這節目內容會為大家分析 3月1號本週日的兩場焦點賽事 首先我們看看兩場焦點賽事的偶賽操盤 操盤是利物浦對曼城平手 另外,玉爾夫斯堡讓雲達不耐煤半球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英超級賽事 利物浦對曼城 利物浦重新越戰越勇 密到現在已經保持連續十場聯賽不敗的強勢 鴻軍大學新的一年保持不敗之餘 進攻費都全面回勇 力足在岸飛路球場全取三分 鴻軍目前積分榜 僅以幾分落後在一中的歐聯競爭對手 與將作下一格歐聯的參賽席位 今場球正好是拉近距離的機會 預計隊長蔗德仍然是倦勤 不過另一個主力視野零機上一場球相予復出 並以後備入梯 預計可以在今場球得暗正選 加強球隊的火力 事實上鴻軍在最近進攻上都表現有進步 前鋒少力自相予復出之後 領旅羅渣士在風扇排陣上有更多選擇 除了前者和史亞靈儀之外 Lana和馬高域近期都頻頻出入口 連同在之前比賽出現 增踢十二馬事件的主角巴羅地利 近期機場亦更加積極 利物浦主場迎戰萬城 要取得分數相當樂觀 在中場大將到來參加 非洲國家貝奇街萬城的戰績見街 如今又被領頭人車路士拉開 有五分的差距之多 但隨著夜夜拖離 率領法羅地利亞成功奪得非國盃的冠軍 目前已經回歸曼城 攻守堅備的他 可以為球隊重新駐入活力 此外他國家隊的隊友邦尼加盟 都是豐富了領隊派利連尼的排兵步陣選擇 而且曼城風扇大將雅古魯近期重拾火熱狀態 他近兩輪的聯賽已經射入三球 幫助球隊作客大炒史督城 和主場送劉卡索五彈 他金將依然是擔當曼城 攻城拔債的充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曼城近七次聯賽面對利物浦 有四場和局收場 似乎艾菲露並非曼城的福地 第二場為第一介紹的是德甲的賽事 雲達北倫梅對玉爾夫斯堡 木雲達北倫梅在結冬期回來的表現非常優異 五輪的聯賽裏保持四勝一和 而且平均每場比賽都能夠射入兩球 木其中對小島不乏利華鼓上這些強隊 可以說雲達北倫梅近四場連勝的琴金能十分足夠 封撲前面雷達北倫梅排在德甲的第八位 而且球隊目前希望改善就是主場不穩的因素 爭取一個勾聯盃的資格 而結冬期之後雲達北倫梅的防守 和上半季相比有所進步 雖然五場比賽中平均每場失一球 但相比上半季方勢勢的防止已經進步不少 進攻方面 迪生豪的復出對於雲達北倫梅是至關重要 而這兩場比賽中他都有出色的表演 如拜仁武尼克多蒙特士歐克04等下半季 需要多線發展的球隊來說 東訓的目的敵里當然是不能離開德國太遠 畢竟球隊今季終極目標依然是歐聯的戰場 東訓花太多體力似乎不是很花酸 至於選擇到南非東訓的和夫斯堡 揭動之後表演可以說是持續勇猛 終然要肅殺和綁手拜仁的差距然是困難重重 但以球隊的勇放 加上前車路士前鋒舒賀爾加盟之後 和迪布尼巴士導師拆出不錯的火花 面對近期表現優異 有射手迪生圖的復出的雲達北倫梅 雖然形勢拉近了 但以他們現在的勢頭 有力是助和望贏 大家分析了這兩場地點賽事之後 我均有二川一推介給大家 利物浦仰球勝和旭爾夫斯堡仰球勝 而我自身為大家推介一條二川三 利物浦對著萬成一比一 和雲達北倫每條旭爾夫斯堡零比二 在節目完結前 我們一起看看由歐洲站 再直播出去示範表 好了, 今集節目已經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阿君和自身 將為大家推介下午的重景賽事 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再見